在东莞的一个桥洞底下 一名穿着时尚的女子坐在梁席上 自称无家可归 得知她失业后 众人纷纷上前询问她为何不再找工作 可是得到的回答却是 我这么漂亮 一天八百不讲价 小林曾在餐厅和工厂工作 但受排挤和工作环境影响而离职 她选择在夜幕降临后进入酒吧工作 迅速适应并赚取可观收入 然而 疫情导致酒吧关闭 小林再次失业 网友对小林露宿街头行为议论纷纷 有人表示她心高气傲 博眼球 也有人对她的情商和能力表示赞赏 然而 重要的是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 通过努力找到稳定发展的工作 才是更加受益的